有个小朋友非常可爱 我带一个可爱的面具 然后她的这个应该是她的妈妈 拿了一个很可爱的颗皮气球 柯文哲晚上在台南一年 跑了两个夜市 当人行立牌和民众拍照 这两个位朋友的这个看板 文图并茂还有副照片 非常的专业 现场大多都是年轻人 有支持者手拿自制标语 写的是目前最热议的话题之一 我不怕卫星只怕奥包 还有无当级的立委候选人 也在排队人潮中 看来一只红色的 这个应该是龙 跑来这边跟阿伯要合照 另外这位民众也很袭击 特地穿了大红色的恐龙装来拍照 很多年轻人伸出手 和阿伯一起比出爱心 支持海报表达支持 而民众党的副总统候选人 吴昕宁晚上也是跑夜市败票 地点在桃园 各位桃园夜市的朋友们 大家晚安 大家晚安 有人赠送围巾 亲自帮他围上 更多人要求签名和拍照 民众党战负总统候选人 在台南和桃园的夜市 分头出击 要争取最多支持 307万桃园台南 组合报导